大家好,歡迎收看《施政論壇2016》 我是鳳凰衛視的蔡麗文 行政長官梁正英今天發表了 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 下午去到記者會 今晚應邀來出席我們傳媒的論壇 答問傳媒的答問 歡迎你,特首 今晚除了鳳凰衛視之外 還有五間電視台的代表 讓我們先介紹一下 在畫面的右邊 有無線電視陳佳欣 亞洲電視何榮生 Now TV大祖兒 左邊有香港電台林超儀 右線電視黃曉盈 這份施政報告 就是你任內的最後一份完整的施政報告 因為明年就是特首選舉年 任期只有半年 特首,你想藉著這份施政報告 帶些什麼訊息給大家 好,謝謝你 各位市民 今天發表的施政報告 主題是 創新經濟 改善民生 促進和諧 繁榮共享 在經濟方面 外圍經濟疲遠 正因為這樣 我們更加要關注香港的競爭力 我們要不失時機地用好機遇 我提出向高增值 創新科技方面發展 把好國家的一帶一路建設 帶來的機遇 為香港長遠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增加新的動力 政府推出措施 支持金融、旅遊、物流、專業服務等 傳統的優勢產業升級轉型 以及壯大創新科技、創意文化等 新興產業 為全港市民、特別是青年人 創造優質多元的就業機會 民生方面 住屋仍然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本屆政府透過壓益炒賣 投資和投機的需求 以及海外的需求 來增加供應決心解決樓價高 租金貴等房屋問題 經過三年半的努力 新單位供應明顯增多 樓價和租金近來開始回落 我重申 本屆政府會繼續堅定不移地 落實供應土地和公私營房屋 滿足市民的住屋需要 未來五年 我們會興建七萬六千七百個公屋單位 以及二萬零四百個資助出售單位 接下來三、四年 在私人市場 我們會有八萬七千個單位推出市面 這個數字是自從我們有 統計以來的一個新高 扶貧安老作弱 是本屆政府的施政重點 三年多來 政府的努力漸見成效 2014年的貧窮人口和貧窮率 是自從2009年有數據以來的新低 本屆政府推行的措施 例如長者生活津貼 兩元承車優惠計劃 對於將於今年五月 接受申請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 都有助輸解民群 改善弱勢社群的生活 面對人口老化 我們要為長者的生活 微與籌謀 市政報告提出從多方面建構長者有善城市 為長者提供舒適安全的生活環境 香港的邪佬和梯急比較多 對長者出入活動是造成不便 政府現正逐步優化現有的公共行人通道的無障礙通道設施 包括加裝升降機、方便市民、特別是長者 政府會在現有的公共設施 例如街市、泳池、體育館等 加設座椅或是長者優先做 房屋協會也正在灣仔、游尖旺、深水埗等五區 推行長者住安心計劃 為居住私樓的長者 提供改善家居安全的建議 房委會也計劃為較多長者居住的公共屋村 增加長者康樂設施 或者按居民的需要改動屋村內的公共空間設計等 人口老化我們要加強醫療服務 政府和醫管局已經共同制定了整體醫院發展計劃 在未來10年 政府將會動用2000億元是2000億元落實有關的發展項目 增加5000多張公立醫院病床和超過90個手術室 醫管局今年會率先增設約230張病床 田瑞維醫院和香港兒童醫院 也將先後在2016和2017年落成服務市民 政府也建議向醫管局撥款100億元成立基金 加強臨床公私營協助計劃和發展新的公私營協助措施 教育也是施政的重要一環 政府決定在2017、2018的學年開始 落實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 措施包括向合資格的本地非牟利幼稚園提供基本資助 讓幼稚園為所有合資格兒童提供3年優質半日制服務 在新政策正式落實之前 我將會請關外基金考慮先為有經濟需要的家庭 提供一次過的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 我期望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 可以盡快為及所有適齡的兒童 政府在環保方面的工作也漸見成效 在2010至2015年間空氣質素明顯改善 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已經完成 整體水質逐步改善 我知道九龍沿岸有些地區的海水有氣味的問題 政府將會部署進一步處理殘餘污染物 排放到市區沿岸引致的污染和氣味問題 盡快減少維港近岸的殘餘污染物 各位市民 本屆政府在過去和今年的施政報告當中 都逐步落實可在競選政策中的各項承諾 自力發展經濟以及全面改善民生 使所有香港市民可以共享繁榮 促進社會和諧 未來一年政府的工作量會比較大 我們要落實好施政報告的政策措施 我需要和全香港市民齊心一致 亦都需要政府同事的繼續努力 我們要廣立各方意見齊心服務好香港市民 共建和諧社會 特首華 你剛才一開始就講到一帶一路的問題 我就用這個來做一個開場的問題 問一問 其實今次施政報告有29段說到一帶一路 還有國家的十三五規劃 全部配合國家的政策來行動 但是你在這個任期裏面 其實只剩下一年半左右 你成立委員會和辦公室去研究這些事 其實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方案 又或者是時間表 你在任內實質可以做到些甚麼 有些一帶一路的民心相通的項目 已經做了 譬如上個月 教育局的同事去印尼 印尼是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國家 是東盟最大的國家 而東盟現在是他們第二大的貿易夥伴 和當地的教育官員 簽了一份教育合作的協議 主要是為印尼的學生提供十個獎學金名額 來香港讀書 教育是民心相通的總一環 民心相通是一帶路五國互聯互通的其中之一國 因此我們不失辭機這樣做 有些我們已經在做 有些我們部署好 有些當然會比較長期 因此我們需要統籌政府 和政府以外各個不同的團體個人工作 這個工作我們會盡快落實做 有了委員會和辦公室 我們相信工作會做得更加全面和快捷 說到第一路融資 我們一定說起雅頭行這個問題 施政報告裡面你也說過 向中央表達了加入雅頭行的意願 但是這個意願 其實看回特區政府已經表達了一年這個意願 究竟有沒有什麼回應 因為雅頭行都知道 這個星期六就開業了 那究竟我們現在的進展是怎樣呢 雅頭行是一個很重要的舉措 我也都親自和有關負責的官員溝通過 他們很重視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 也都作為國際的中國金融中心 這個雙重的地位 在爭取雅頭行將一部分的重要的職能交給香港的同時 我們都知道我們都要加強香港的競爭力 包括什麼呢 香港網位的容量的問題 就是我們人手的問題 和我們地方的問題 很多時候不要說雅頭行 就算一些一般雙型的金融機構 它要來香港設定 要擴大香港經營 它看好香港所有優勢 但是一說到他們的人員的居住的地方 一般來說他們需要一些比較優質的居住環境 又或者說到香港的寫字樓短缺 寫字樓數很高 他們就開始有點猶豫 所以我們一方不爭取 而中央是支持香港發展我們金融中心的業務 但同時我們都要處理好我們競爭力的問題 梁先生你這麼大的蝙蝠 寫到一帶一路 我都繼續跟進這個問題 你確實吸引了網民的注意 一帶一路的這些蝙蝠 你剛才在記者會上面就說 你覺得如果你不寫一帶一路的話 就不止中央 市民都會怪罪於你 不過可能你今天都很忙 沒有留意到網民的意見 其實他們正正就覺得一帶一路跟他們是沒有關係的 他覺得你寫一帶一路下去 其實這一份施政報告不是寫給香港人看 不是香港人所關注的東西 也都有議員去批評 其實不單只是小市民 連中小企都覺得 我在一帶一路裡面可以發揮到什麼角色 我有什麼受惠 接下來看經濟會有一個下行的情況 就是一帶一路一個這麼長遠的規劃 其實怎樣可以令市民覺得對他們有利 我們會不斷去做好說明工作 一帶一路在施政報告提出 這些具體的政策措施舉措之前 確實是有一個目標有方向 沒有一些具體內容 這次是特區政府第一次 將一些具體內容拿出來向社會交代 一帶一路很受香港工商金融專業界的重視 香港是一個完全開放型的經濟體 並不是說我們想它開放不開放 我們生活所需 衣食住行我們一身的披戴 全部靠入口的 我們怎樣支付這些買入口貨的費用呢 我們必須賺外邊的錢 一帶一路就是國家推動很受世界注意的一個舉措 大家知道一帶一路跟亞投行的關係 大家知道亞投行創始成員國 不單止亞洲地區的國家 西方國家都很支持 說明人家都很重視一帶一路所能夠帶來的經濟發展 以及民心相通的機遇 香港作為國家的超級聯繫人 我們作為國家最開放的 最國際化的城市 我們不能夠缺席 因此我們一定要做 如果我們不積極參加一帶一路這個策略的話 香港外邊有很多 無論是國內的城市或者國外的城市 是願意取代香港的地位 我們很多的競爭對手 他們枕歌代彈 希望能夠在一帶一路這個策略推進的過程當中 分一杯金 因為大家覺得好像有點緣 回到施政報告 講經濟的部分 換引的數據是來自2013年 其實為什麼會這麼遠呢 接著去到 我們長遠有什麼經濟的活動呢 講到一帶一路好像是很遠的事 為什麼會中間的經濟我們靠什麼支持呢 我們短中長期都有的 我剛才開場發現的時候都說了 我們有些優質的傳統產業 比如說金融業這些 我們都有一些新興產業 我們可以發展可以壯大的 包括這個創意文化產業 包括我們的專業服務都是 往往提出一些比較長遠的 或者宏觀的方向 策略出來的時候 社會總有一部分人 由於種種原因 他覺得是不是真假 我舉一個例子 十幾年前我和香港的專業界成立 以專業團體為會員單位的專業聯盟 當時是十個專業團體走在一起 每個專業團體就是一個會員 我們沒有個人會員的 後來呢 特許秘書會加入了那邊的十一個團體會員 過去十幾年大家很努力推廣香港以外的市場 尤其是中國內地的市場 但是十幾年前我們出來開幾個招待會 宣布這個動作的時候 在社會上都有很多人 好像剛才你說那樣 當時沒有網民 很多人就說 你為什麼要搞這些東西 我們哪有競爭力 例如在大陸那裡打開專業服務市場 大陸的工程師、會計師、建築師比香港多 人家收費比香港便宜 人家在內地的關係比香港好 你憑什麼進去中國內地 十幾年後 今天沒有人說這句話 我們知道如果香港的十一個專業 我們沒有了內地的市場的話 我們的失業問題會很嚴重 我們每年數以千計 在大學各個專業課程畢業的同學 他們找工作會很困難 他們沒有上流機會 所以這些長遠的事情 我們作為政府 我作為特區的首長 我有責任去推導一些長期的 大的一些經濟方面的策略 同時我們也有一些短期的 中期的舉措 這個在施政報告那裡也都論述了 香港的經濟一定要發展好 我們經濟發展不好的話 政府沒有能力 企業沒有能力 個人沒有能力 去改善香港的生活 好 我們講到這裡 稍後回來我們再跟特首探討其他問題 施政論壇2016 剛才談過一些一帶一路的問題 現在轉個話題了 就談一下勞工問題 有線電視王玉瑩你有問題想問嗎 梁先生代打工仔問一個問題 其實你當年就開了幾張大支票 我看你桌上都有帶到一本政綱上來 我也有一本在手 你當年的字眼很明確的 你不是用考慮這些字眼 譬如退休保障 你用制定一系列措施 標準供時你是推動立法 而取消強積金對沖是用逐步降低這些字眼的 但到現在其實第四份施政報告 好像強積金這些問題一樣 其實你是四年以來都沒有提過的 到現在任期剩下半年半了 其實你都很明白了 幾個議題都有牌咨詢的 你都知道共識不是那麼容易有 其實到現在你的方向是有沒有的呢 還是你索性坦白一點 可以跟市民交代 其實這屆任期你是未必做得到的 這屆任期做到做不到 視乎我們在社會上幾快可以凝聚共識 政府司司長、盧福局局長 他們過去在幾個月在很多不同的場合爭取 在不同問題上有不同意見的方方面面 能夠盡快達成共識 這個施政報告出台之後 我會全力參加他們的工作 在過去我們任期的三、四年 我們在不同時期做了大量的不同方面的工作 很明顯過去有年多的時間 我們整個政府投放了不少精力去做政改 這個大家知道的 所以政改結束之後 我提出要做一些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的工作 在做政改之前我們花了大量的時間 去做土地、房屋、扶貧方面的工作 至於你剛才提到的幾個問題 在接下來的年半的時間裡 我們會全力投入、全程投入 也都希望持不同意見的 包括奴方和知方的代表 他們能夠互讓互量 因此在今年的施政報告那裡 我提出希望大家互讓互量 希望大家各有所得 現在似乎有一些意見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就將自己的立場定得很硬 這樣對政府去營造共識 是添加新的困難的 但作為特區政府我們一定會去做 這個工作我們知道是不容易的 因為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 也不是我們今屆政府上任之後 才知道存在的問題 這幾大議題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商界都有相當的保留 我的追問很簡單 有些人說你就是迴避 因為你就要為競選去鋪路 你要下年的特首選舉 要拿到商界這些票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可不可以跟市民說 你是站在商界那邊 還是勞工界那邊 我們站在香港那邊 為香港整體長遠的發展 我們做工作 我們盡量能夠調和好 工商界和勞工界不同的看法 包括什麼呢 我在結束語講 各有所求 勞工界有它的訴求 商界不是沒有訴求的 商界有訴求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要求輸入勞工 但在這個問題上 勞工界一直都反對的 怎樣我們可以在這些問題上 我們調和好大家的訴求 使得大家有共贏 多贏的一個結果 多贏一定是包括香港 如果我們可以照顧到 勞工界的訴求 而同時可以照顧到 工商界的訴求 使得我們那個勞工短缺的問題 沒有那麼嚴重 而同時可以保障好 甚至提升好工人的生活 那這個就是 我們應該爭取的一個方向來的 那當然這個工作案是不容易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這幾個問題 已經存在在香港相當長的時間 我在政綱那裡提出 我在施政部那裡提出 說明我們希望有擔當去做 大家可以看到過一段時間 司長 局長和其他同事 在這個問題上真的花了不少的時間 即使新年假期期間 我都見到司長和局長 到處去做這些滑船的工作 亞洲電視 何用生 事實上想問一個問題 剛才說的是一帶一路的問題 一帶一路 香港有一個比較優勢 就是一國兩制 在這份施政報告裡 都見到有兩點 就是香港有兩制的特色 亦都有完善的法制 不過有人就見到 就是近來出現銅鑼灣書店的事件 有五個人失蹤 有人就擔心 就是有內地人員 越境執法 另外也有人 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 在這些事件上 你怎樣可以確保到 這件事不會影響 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 今天在記者招待會裡 我也回答了 有一位外國記者的提問 10月31日 接近半夜的時候 我在外邊休假回來香港 1月1日失蹤人士的太太 向警方報案 1月2日 我早上 我打電話給當時處理 保安局局長的李家超先生 同日下午 我請他來禮賓府 向我當面報告 這件案的情況 1月4日 我在一個特別為這件事 趙開記在招待會裡表示 我說我們高度重視這件事 在社會上有一個說法 就說內地有執法人員來香港執法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符合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不符合基本法 是不能接受的 報案人的太太 她向警方燒案 但是在她向警方燒案之後 警方仍然是繼續去偵查這件事 而警方最近又設立了熱線電話 希望大家能夠提供消息 線索 在這件事我們未偵查清楚之前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去揣測 到底這件事的性質是什麼 而就這件事 社會的關注 和特區政府的關注 我亦都向內地各層級的部門 和各方面的部門 是表達了的 但是市民對於一國兩制的信心 就是慢慢慢慢少 不是今天第一天發生的事 其實說上年的施政報告 你提到 就是在引言那裡提到學院 其實當時說到 佔中學生領袖 重處將不能不警惕 其實是一個意識形態的事 其實市民又擔心就是一國兩制的問題 為什麼這份施政報告 你不可以在引言那裡提一提 就是說你會確保一國兩制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次一國兩制這四個字 就在這個結語那裡出現 一國兩制 那時候說高度自治 是特區政府堅持的 基本立場 我們堅守基本法 基本法裡面所有的條文 都是香港的法律 而在基本法裡面 特區政府的承擔 也都受到香港社會 和我們的司法機構的監察 香港電台林超賢 特首你經常都說的 房屋是你施政的重中之重 但是看回這次的這份施政報告 看到在房屋方面 都是說一些數字 公屋有多少 公屋有多少 私人有多少 似乎沒有什麼新的版本 但是還有很多市民埋怨買不到樓 是否你已經多窮呢 在這一方面 最近一段時間 樓價下跌 租金下跌 樓價下跌 不是因為美國開始加息 因為樓價下跌 是在美國加息之前的 租金下跌更加不是因為美國加息 因為租金是沒有得炒的 租金是很反映供應和實質的 使用需求之間的關係 供應增加 需求不變 租金就要下跌 樓價也是這樣 過去那三年 在土地供應和房屋供應的問題上 做了大量的工作 數字是重要的 我們講了我們的願景 講我們的決心 我們要講數字出來 數字說明什麼呢 數字說明 我們特區政府和全社會努力的結果 因為樓市的表現是科學的 我們三年前說 我們說要增加供應 我們要排除壓抑 海外需求 投資需求和炒賣需求 三年後的今天 果不演 我們看到樓價開始下跌 我們下很大的決心去做一件事 做一件事有阻力的 包括什麼呢 我們在城規會 改劃土地做住宅用途的時候 我們遇到阻力 我們搞新市鎮發展 我們遇到阻力 我們去壓抑炒賣需求 海外需求和投資需求 在立法會也遇到阻力 雖然如此 我們是一往無前去做 今天結果就是這樣 我們開始看到 香港市民也都知道 樓價不是只升不跌的 下去呢 我們會堅持去做好這件事 所有的數字 為什麼要在施政報告那裡 一一告訴大家呢 因為我們希望 整個香港社會 能夠科學決策 香港人決定 買樓不買樓 租樓不租樓呢 他們希望呢 知道特區政府 具體的數字是怎樣 我們不只是說 供應增加 我們告訴大家 供應增加 具體的數字是多少 未來三四年 私人住宅樓的供應數字呢 是有這個統計數字以來的最高的 大家都關注到不同的議題 我們稍後回來 再可以跟特首繼續討論一下 施政報告裡面各項的內容 稍後見 有文調說 房屋問題是大家最關注的 繼續 香港電台的林超儀 特首 剛才你說數字很重要 我們可以看看另一組數字 就是現在公屋申請者的輪候時間 最新的數字 就是看到市民要輪候3.6年 才可以上樓 看到公屋輪候拆 那裡還有28萬個宗申請 是輪候還未上樓的 你又怎麼看呢 我們很想在最快的時間裡 將土地改劃的程序完成 在過程當中 我們碰到一些問題 包括司法複衡問題 包括區議會反對的問題 在公屋的供應問題上 我們有具體的統計數字 亦都向社會交代了 201617至025 2016這10年裡 我們可以起到25萬個 公營房屋單位 這個數字 跟我們那28萬個 10年的目標 我們還有一個落差 還有大概 兩萬多個單位 這個缺口 但是呢 這兩萬多個單位的地 從哪裡來呢 我們還有10年的時間 所以我們是有信心的 只要全香港社會配合 我們不會碰到一些 在城規方面的 在區議會 或者在司法複合那裡的 一些阻撓 或者時間上的延誤 我們是有決心 可以做到我們長遠房屋策略 做了定下的公營房屋的目標 如果對房屋的需求 公營房屋的需求 是繼續增加的話 我們必須繼續開發土地 我們不是完全沒有地的 我施政報告那裡說 我們不是缺乏土地 我們缺乏可以開發的 用的土地 而這些地 在我們1,100平方公里的 陸地面積上面是存在的 要做的是什麼呢 做一些政策上的事情 包括走成規的程序 我們不要走區議會的程序 我們不要在法院被司法複合 而被司法複合失敗 令到我們本來可以 蓋房屋的地 繼續擺在那裡曬太陽 這個是我們的挑戰 不是政府的決心問題 武仙電視 陳介寅 特首我想繼續跟進 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問題 剛才你說到 希望接下來 令到勞工界和商界 能夠各有所得以凝聚共識 你提到勞工界希望 取消強積金對沖 而商界希望輸入外勞 是否意味著 未來凝聚共識的方向 就是去遊說勞工界 輸入外勞 以換取商界同意 取消強積金對沖呢 我看雙方應該有很多共同語言 香港整個勞資關係 裡面有不少問題 需要再去談 勞工會是我們其中一個平台 在社會裡 既然我們現在已經有幾個這樣的題目 拿出來都是那些大的題目 長期存在的題目 也都是比較困難的題目 我希望什麼呢 大家能夠平心靜氣 將心比己 大家坐下 我相信我們可以找到 一個共同的方向來的 剛才你提到的 都是雙方各有的訴求 我覺得如果大家堅持自己的立場 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說不可以坐下談 我想對雙方來講 都不可能達到一個共贏的局面 對香港來講 也都會有所損失 所以我還是不斷要求雙方能夠 在這些問題上實施求是這麼談 事實上這類這樣的問題 勞資雙方之間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立場 各有所求 在外國都很多 我們覺得最好的結果就是什麼呢 就是通過協商 大家能夠同意 大家各走一步 大家互讓互讓 我覺得這個結局就是最好的 坐著談就必然的 問題就是坐著都談不完 所以接下來的方向 是不是可以正面一點答 就是用輸入外勞 換取取消強制金對沖呢 凝聚共識會不會難度更加大呢 兩件事都這麼難談 現在其實我們已經有補充勞工計劃 這個計劃要優化 大家都同意的 所以這個問題不是一個是否的問題 而是具體怎樣去做的問題 對沖的問題也是這樣 以至到其他勞資雙方都共同關心問題 我覺得都是這樣 應該裏面有些迴旋的空間 不是一個簡單色黑色白 有或是沒有的問題 轉眼看教育問題 可能有些家長都會很開心 因為七成到八成的非牟利幼稚園 有個學位的免費 還有中學有1000個上設的教值增設 可能這些都是一些好消息 不過在於本地大學來說 又好像沒有什麼 在整體發展裡面有什麼著墨 只是看到今次施政報告 重點說了 擴大香港學生去內地大學 升學的計劃 和內地實習的計劃 其實特區政府的教育方針 是不是現在轉向走出去呢 應該這樣說 我們從不同的途徑 支持香港的學生 在本地或者本地以外的地方之外 包括外國包括中華內地 去實現它追求大學或大專教育的理想 所以我們是會多管齊下這樣去做 過去一段時間 除了教育會資助的 或者一般通稱的政府資助的大學 的發展之外 還有我們知道現在我們的非政府資助的大學 他們發展得比較快 提供相當多的學位課程 隨著適靈就讀的青年學生人數下降 我們現在的比例都比較高 比過去高 但是我認為仍有發展空間 所以有同學他們願意去內地讀書的話 我們覺得我們都應該資助他們 教育一部分 確實是我們今年的施政報告 其中一個重點來的 幼稚園免費教育 是一個新的舉措 也都是大的舉措 不是只是從財政方面來講 我們有了免費幼稚園教育之後 我們投放在幼稚園這部分 大概每年 每年不是一次過 接近70億 比起現在比學勸 多了大概每年不是一次過 30億 是比較大的一個舉措 我經常說教育不是開支 教育是投資 我們願意投資在幼稚園教育 我說一個比較大的舉措 不只是給錢給家長 讓他七八成的小朋友 可以免費幼稚園讀 而是透過這個政策 我們還可以推動整個幼稚園體系 向優質方面發展 大家可以看到資政報告裡面說 我們不是只說 我們包起了一些學費就算數 而在政報告裡面 有一系列的東西 包括CG 校舍等等 希望我們的小朋友 從第一天 進入我們的教育系統 包括幼稚園教育開始 就能夠得到優質教育 提供三年的免費幼稚園教育 這個我和鄰近一些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國家的領導人 座談的時候 他們都很驚訝香港在這個問題上 能夠踏出這麼重要的一步 不是很多鄰近發展水平高的國家 有類似我們這樣的免費 幼稚園教育政策 我希望下去 在一個完全 雖然它非謀利 但是它是基本上十分自主的一種情況 幼稚園教育水平比較參差的情況下 我們將幼稚園教育 納入一個整體優質的框架裏面 下去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一定要業界的朋友 他配合政府這個比較大的舉措 大家還有很多議題想問的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施政論壇 還有一節的施政論壇 NOW TV大祖宜 特首來到最後一節 我們輕鬆一點 先歡迎你加入Facebook的世界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洗版 知道 是嗎 其實真的是一個貼文 有很多人去傳閱 最近這一年其實都有很多洗版的貼文 當中可能包括中港大戰 就是最近的廣教宗普教宗 或者是一些繁體字的議論 其實都可以反映香港的中港矛盾 還是真的很嚴重 上年你用很大的篇幅去講學院 但是今年好像沒有什麼有關的提及 你覺得這個問題已經化解了 還是無計可施 香港和內地在某些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 包括對有限的資源的競爭 這個客觀存在的 我們採取措施去處理它 包括副產科的病床 現在我們基本上沒有內地人父來香港了 為什麼呢 本屆特區政府決定用一個雙非人父來香港產資 零配額的政策 奶粉的問題我們現在不短缺了 因為特區政府做了事 本屆特區政府做了事 現在沒有大陸人來香港買樓了 為什麼 因為用了辣椒 還有深圳戶籍居民來香港 一籤多行一個為一州一行 深圳非戶籍居民來香港一籤多行 在我們知道它公佈了之後 要求中央政府叫停 所以這些例子說明什麼呢 這些問題我們可以處理的 客觀存在 但是不應該圈掩 還有我們也要知道 如果真的要說香港和內地的矛盾的話 此生處來說 內地亦都有居民對香港人去到內地 佔用了他們的空間 買了他們一些東西 又或者在內地做工 根據三個香港在內地的商會 他們的統計 我們有35萬人 在上海、北京和廣州長期工作 這35萬個職位 而且香港去內地工作 不同內地人來香港工作 我們是完全不需要申請任何簽證的 內地都有些居民 它說這樣是不是太過單向了 不公道了 所以這類競爭也好 矛盾也好 你可以說它客觀存在 我們處理好它 我們避免是什麼呢 避免將這些問題圈掩它 而且故意去挑起 兩地之間的情緒 這個對香港是不利的 有線黃曉盈 特首今年你發表的 上任以來最長篇幅的施政報告 大家都看到的 有很多都是區議會層面的東西 連加大長者公廁的刺隔 或者增設釣魚區 你這些都放進去 現實就是 無論你有多少政策都好 都要過立法會的 尤其是一些大的政策 但你也有眼看到了 開局以來 這麼多次留會 點人數、拉布 其實大家都看到 我想都沒得否認的 就是行政立法關係 在你任期裏面 真是一年比一年差 這個問題上 你自己有沒有責任? 行政機關的責任 就是根據《基本法》 以及其他有關的法律 向立法機關提出 條例草案 提出種種種的動議 包括撥款的動議 可以看到過去我們有很多政策的舉措 包括長者生活津貼 都成為 我們是立法會拉布的受害者 我們的雙辣椒 香港市民很歡迎 但在立法會都碰到一樣的困難 所以那個責任在哪裏呢? 特區政府有責任去照顧老人家 特區政府有責任增加土地供應 特區政府有責任成立一個創新科技局 立法會的問題都不只是說 它和行政機關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而是立法會本身大家最近都談得比較多 就是立法會它的議事規則的問題 它的法定人數的問題 立法會兩個主要派別之間關係的問題 以至於立法會管理和 有某些立法會議員他們本人的措手、行為等等的問題 這個作為行政機關 我們不必然介入 但是行政機關的作用是什麼呢? 我們就是根據政綱、根據施政報告 我們一個一個舉措 有需要拿去立法會的 我們拿去立法會 我們尊重立法會 我們重視行政的立法機關的關係 過去我在立法會發言的時候 我都多重申一點 我們希望行政機關能夠和立法機關合作好 能夠急市民上級 我們解決香港的民生問題和經濟問題 亞視韓生 詩威亞這個論壇 多數都會問到連任的問題 上個星期六 梁錦松就說過自己重出港湖 不過就是專注教育研究 不過又加了一句 會是爭取保障港人 2047年後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在這個情況 即在香港這個環境下 其實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真的 開始沒有什麼信心 其實如果梁錦松這樣說的話 對於你來說 對於你自己的連任計劃 你怎麼看 你敢不敢受到有些壓力呢 我沒有連任計劃 我也不會評論他人在連任不連任方面的言論 就一國兩制的問題 既然你提到 因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我們十分重視一國兩制 一國和兩制是共同重要的 我們在香港 我們基於重視香港在制度上 根據《基本法》和內地不同的地方 我們同時也都要重視尊重一國這個憲制的現實 我很有信心 我們維護好 實踐好 根據《基本法》 一國兩制 我們可以為香港人帶來 在各個方面 不單止是物質方面 政治方面 精神方面 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們可以為國家的發展 做好貢獻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2047年 不是一個我們需要去擔心的問題 香港電台林超儀 特首你剛才就說到 希望推動香港人 和一帶一路國家的人 可以民心相通 其實你覺得香港人的民心通不通 我們要做多些溝通工作 前幾天我在演講會場 有朋友問我 他說政改給你最大的啟示是什麼 我就說我們要做好溝通工作 包括在政改比較複雜的問題上 很多是涉及《基本法》 人大常委有關的決定等等 比較枯燥很多法律的語言 很多政治的概念等等 總之如此 我們都應該做好溝通工作 這也是為什麼呢 我們很希望 不單是我本人 而是政府各個部門都負責人 我多些利用各種各樣的渠道 包括傳媒 當然我們向市民解釋好 我們政府的一些舉措 它背後的想法 因此這個施政報告出來之後 我都希望香港市民能夠多些 花些時間揭一揭 如果不想看這麼大本施政報告 我們很多單張 相信傳媒也會有很多分析總結的報導 接下來兩三天 我們會有司長局長出來 會繼續向大家解釋 接受大家的提問 聽大家的意見 接下來兩三個禮拜 一直到一月底 我出訪之前 我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場合 向不同的界別 解釋我們施政報告內容 所以溝通說明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無線程解恩 既然溝通那麼重要 都想問問特首 會不會就著銅鑼灣書店失蹤事件 就是向港澳辦主任黃光 甚至是國家主席習近平 寄信給他去詢問最新的進展 而顯示你對一國兩制維護的力度 是跟不少市民一樣的 你不要聽我怎麼回答你的問題 我回頭說 剛才我10月31日 接近半夜休假回來香港 翌日有人去報案 接著我就請處理保安局長 尼乃賓府向我報告這件事 你可以知道我非常重視這件事 這件事到了1月3日 我看到李家超處理局長的時候 在社會上這件事 那個受關注的程度 還未有今天這麼高 所以我是十分重視這件事 我剛才說了 我在多方面各個層級 向內地表達我特區政府 和香港社會的關注 即已經表達了 是 即是不會再做了 我會繼續跟進這件事 政府和警方 繼續偵查這件事 我主動出來 開一個記者招待會 專門開一個記者招待會 通過傳媒向社會 申明特區政府 維護一國兩制 香港治港 高度自治的立場 我表明了 如果 如果 有內地公安在香港執法 我不能接受 這個立場 下去 我會繼續跟進 警方現在設立了一條熱線 大家如果有資料 有線索 可以向警方提供的話 歡迎大家提供 但你剛才說的就是各個層級 各個層級 就是最高的層級去到哪裏 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十分重視這件事 已經向各個層級 具體我不能夠說 各個層級 和各個方面 不只是一個部門 也不只是統籌的部門 表達了我特區政府 和香港社會的關注 會不會去到國家領導人的層級 這件事我十分重視 所有能夠有助了解這件事 和解決這件事 如果香港某些報道是準確的話 我會盡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 今天時間夠了 多謝行政長官出席我們的論壇 多謝 多謝行政長官出席 多謝行政長官出席 多謝行政長官出席